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吃饭的威胁 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捷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捷 那昨天呢我跟各位讲说这个盘 杀不出量 所以半年线这地方应该也是撑不住喔 他会持续的继续往下做彻底的动作 没有办法各位 现阶段的盘是他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盘我跟各位讲说 8月5号这天我跟各位讲说什么 我说这边有压力喔 量一直上不来 对不对 所以越线这地方会有压力 阿你们自己要注意喔 最近选股难度会增高 所以呢 非必要 不要轻易出手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盘是 他也持续的 下跌 下跌过程里面 那这几天 我也持续的跟各位讲说手上的股票 你要看一下 我不是在恐吓你喔 是有的时候真的做不赢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是不是大环境现在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股票问题 该处理的要处理 因为你现阶段 唯有先把有一些现金比重拉高一点 那等下一个阶段行情来的时候呢 你才有资金喔 去跟他赚大的 不然都是套牢股票 那个时候再来换很痛苦 好所以可以换的时候我跟各位讲 就是就先怎么样 先先调整嘛 先调整 好那现在的 指数呢又破底了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问说啊这里到底会杀到什么时候 那我跟各位讲啊就是说看他的量 其实这一段在下杀过程里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没有量嘛 怎么杀都没有量 所以怎么杀都没有量的情况之下他就很难指纹 因为 现在大部分 投资朋友持有的股票 基本面半年报都没有问题 甚至很多股票下半年的涨望 还是很好 所以 有一些人就 不想卖 不想卖的情况之下 当然 你就看吧如果这指数上来当然没事嘛 可是呢最近的指数是一直往下压 一直往下压那到最后怎么样 原本不想卖的人 也会变得说啊干脆先卖一趟好了 对不对钱先收回来那等下个机会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 原本不想卖的人突然都卖出来啊突然都卖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最恐慌的时候 反而那个时候不用再卖 你都要表达逻辑吗 这边我跟各位讲为什么请各位 扫描股票问题让你问个够 你要先调整吗 调整等到大家真的很多人受不了杀出来的时候 那个量就会出来吧 那量一旦出来 这个行情喔 低点就不远 过几天开始指数会开始慢慢慢慢的 复制 前一波 这个地方的走势一样 他就会开始慢慢的 走另外一个多头 现在就是等这个量 我昨天跟各位讲了没有突破10日均量 都不用弹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你要观察什么讯号 观察什么讯号看得出来他有没有止跌我说你就看两个东西第1个 杀出量什么时候杀出量什么时候止跌 懂我意思吗 什么时候杀出量什么时候止跌因为 前面已经杀一段了 最后一定是最恐慌的时候爆量出来 这是第1个第2个 好一点的状况 除非出现窒息量的 凹洞量 什么叫凹洞量就是 突然有一天 量特别特别的缩 如果今天的指数我都是撑在白点以内其实今天有这个条件去形成所谓的凹洞量 但是呢 没有办法尾盘跌幅又扩大了一点所以 这边 会不会形成凹洞量 你就看嘛 明天 有没有办法补量 没有办法补量没有办法形成凹洞量 那我跟各位讲这指数很难 去做一个指纹的动作 那这段期间 我一直在强调就说 在整个 车电二极体 MOSBI这一块 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前一波车电股 最领先 起档的族群 但是呢涨到后面顿化了我相信各位我不是第一天跟你讲说825的蓬城 高档你不要再去追了 有没有 甚至这边上来我说假的 对不对我该提醒我都提醒大家 这个这个族群不是说不好 是 这一段你知道他涨了多少 对不对 该反应的都反应了吧 有没有 说今年展望会成长三成这个消息是出来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那前面有反应有反应的就他成长三成我说EPS 你算一算6到8块 6到8块 股价200多块 我说都该反应都反应了 所以你要买可以吗我说等拉回来 现在要拉回到季仙附近 搞不好这个地方会有形成新的机会啊你再注意嘛 至少这里我跟各位讲你不要去追 对不对 台办 也是一样 这边涨上我跟各位讲有人在出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 投资朋友跟我说老师啊你都没有看车电了这个 莫斯比很强你为什么不做 我说来到这里的还要做什么 一定是找到这边很多投资的感觉因为你看到这段上来想说这边拉回不继续涨 所以我当时我跟各位讲一个理论我说 你在这里去注意这个车电股 就好像 你们在这个地方 去注意航运股 一样 对不对 我说要注意是这个地方我们开始注意吗 至少这段旁旗在杀的时候 这些海运个股 怎么样 他都撑在相对的一个平板区间吗 有没有 杀比较严重的反而是这种 前面涨多的车电股 富丁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族群 我该讲我都讲了 强貌 有没有 那你有看我节目的我跟各位讲我不会带你追在这个地方了 甚至我还提醒各位有的投资品该卖要卖一卖了 有没有富丁也是一样吗该卖要卖一卖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了 一发半导体 8寸碳化系晶圆已经 已经生产出来了 DP已经产出来了 那DP产出来情况对于国内这些的相关概念股会被冲击 你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反应我跟各位讲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对你看到新闻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当我观察到筹码上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这个不要碰就不要碰 这族群我相信了 你看我节目的你不会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海运股算说我们最近的有些有的时候买进去 有套住了这个中间但是也有时候赚钱吗 但是至少 他都很在这个区间你要你要走要停损 这输印也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买到了这些股票 这个输就输大了 这输就输大了吧 对不对 所以现在盘都很弱很多股票都在跌但是你可以区分的出来就说 有一些落归落但是他就是很在这个区间 有一些弱的是真的怎么样 往下做崩跌 所以为什么坑各位讲说QR Code你要少 因为我要让你问个够啊今天你再问我各位 我也不知道该该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今天就不要再问我什么什么股票可以 调整了都不要问我这些问题该讲的我都讲过了 现金比重拉高就对了拉高之后呢等待下一个机会 那我讲的短线了海运 相关概念股尤其货归三雄如果不涨这大盘也很难涨 现在资金在 在乾坤大挪移 把有一些电子赶出来赶出来他不见得第一时间会去买海运他看一下 那看到后面如果说有一些新的利多刺激然后呢 进来了 他会引发什么引发另外一波的追加意愿 那这个机会点的各位看一下8月19号 这是第1个机会点 看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超级大的反转 8月19号韩国的海运业者 相关的工人的他他要提出什么 加薪 他要跟这个管理阶层喊说 我们很辛苦 拜托你 加薪水给我 但是 整个韩国的海运业 他 目前来讲有赚钱了可是他赚的没有像台湾的海运业那么多 所以会不会答应这些 工人的要求 我觉得应该会进入到一段时间的抗争 那如果他们 这些工人投票决定之后要开始 展开罢工 那整个 亚洲航线 海运的部分 一定会大乱 一定会大乱 那会不会 所以有些或有些船是到韩国之后再往下 到香港再到东南亚 那下会直接跳过韩国直接到台湾 再直接切入到 所谓的东南亚 或是东南亚或出去 对不对会不会直接跳过 韩国经过台湾再到别的地方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海运相关概念股 那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最近的这个海运 海运相关概念股 大家都知道利多不断 都是围绕带缺贵 这个航运报价涨 可这个利多全市场都已经疲乏了 所以你没有新的刺激因素进来他很难去做引动 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 最有机会的 8月19号因为快到了 今天17号吗明天18号 后天19号 19号他们投票决定 之后呢可能要反应一两天吧可能20号结果才出来 或21号结果才出来 他出来确定要罢工呢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台湾航运股新的利多的一个刺激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在你说这个车电股还有没有机会 那我相信这一波很多车电股都已经大回档了 刚刚给各位看过了尤其在这个MOSFI 二级体的部分 很多都超级大回档 对不对 所以车电股短线的如果烧不动的话 那接下来电子股要看什么接棒 进入到第三季之后目前 我所知道是伺服器 需求会出来 那5G的部分就围绕在5G手机 比中国目前 整个5G手机的出货量 占所有新机里面大概是8成 等于说我现在出去的10支手机里面8支都是5G手机 那这个市场需求好不好 我所知道就是目前 这个荣耀手机的他的爬升速度很快 荣耀手机是华为旗下的这个原本的 子品牌 那华为被 美国打压之后他现在 独立出来 所以荣耀手机呢现在的一个 市场率是快速的 串升当中来到了 第3名的位置 那荣耀的他是跟联发科拿相关的这个 晶片 所以如果这个区块荣耀的手机 持续的出货量攀升的话 那 他后面会有什么效应 等于他就是华为了 之前华为下单给台积电 华为下单给联发科 那哪些个股 他会涨 这是后面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接棒的这一块 所以车店如果开始休息 你就让他休息 多去注意5G跟伺服器相关的题材 会不会接棒 接棒成功那就是另外一个电子股 电子一个族群 另外一条路的开始 那这个里面的因为是跟手机跟伺服器有关所以过去相多相当多的 这些老牌的 电子股应该就有机会 这段的涨的是蓬城 这个 副顶 帽戏啦等等等等 那晶片股的部分涨到车用晶片的新唐 这些金豪科利基型 记忆体的IC设计部分 都围绕在相关的车店题材 所以接下来就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 做个接棒的动作 那另外有一档股票的最近也冲上来了 这个 今天的升华科是亮灯涨停板的 这一波 攻到200块之后的一路崩跌到120 那其实大部分就是在这个区间 你看他前面 这一段应该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不对 大概跌到这区间就直稳上来 那现在的突破 站上了所谓的季线跟半年线反压 那后面有没有机会 那这个机会点的我觉得就应该是围绕在这个题材最近会发动应该是 这个消息 时间算一算差不多9月底 就是第3季 之前 美国进行的相关数据就会有消息 就有消息 那我觉得股价应该不会等到 正式公告 开始涨 可能就是公告之前开始反应 那真的公告搞不好怎么样 反应一两天又下来 所以最近我觉得 除了他拿到CDE的一个 这个 议程之外啊 接下来呢 应该就是反应什么 反应到这个东西 反应到这个东西 所以 后续能慢慢看 慢慢看 那 短线上来看呢 后续的一个 个股的规划 我大概都讲解的差不多了 海运该看什么 整个电子股未来该看什么 以及在整个生计股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 这个呢 都是近期盘命的一个焦点 那最近我给大家的股票我建议各位 看我节目的你不要拆掉之后隔天去买 不见得逃到便宜 因为 最近盘不好的情况之下我自己会看啊如果真的上不去了该停损的我会停损的 昨天是大涨的但是今天呢他是大跌 不是不好 是因为整个盘目前来看呢 是怎么样 真的 还在回档 所以大盘没有指稳之前 没有指稳之前 很多股票 很难大涨 但是 你还是要做好准备 就是说你现阶段你要掌握到的是 接下来有机会的个股 这个盘随时会出现指稳讯号 你等到指稳讯号你在仓促的准备说看什么股票会涨 我觉得那个速度太慢 因为很多股票第一时间 那个买点你错过了这一段你可能整段就错失掉 所以 你要去注意到的是接下来会有机会的一些好股票 要特别的一个注意 等我意思吗要特别的一个注意 所以接下来呢 有什么股票会涨 要特别留意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啊我跟各位讲对不对 有涨但是呢今天也跌下来 为什么盘太烂 所以我讲你不要看到节目后你去拆什么股票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我讲的你不要看到什么 这个 涨喔你再去 拆到周在想说明天我自己来买就好了我跟各位讲最近盘面变化很大 不要看 节目上的 标的 自己乱操作 但是你可以做准备 盘一稳这股股票一定涨 我现在要做就是先把盘 一直稳 马上就会开始涨的股票 把它找出来 甚至有一些呢在今天盘式过程里面 他已经不跌了 开始偷跑的 那我们也要先把他掌握到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去掌握到就说接下来 有机会 领先大盘 止跌反攻的个股 盘 很快的 讯号一出现 就会大反转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 压抑很久了 你这种越跌越没量 很多资金到后面也会 按耐不住 一看到止稳讯号我讲的量突然出来或是凹动量一旦形成 他那个就好像什么饿了很久的 老虎 对不对看到肉就铺上来了 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去掌握到接下来有机会领先偷跑的个股 那我觉得这是偷跑概念股 这个也会绝地大反攻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盘不好的情况之下 去找未来有机会的个股 然后观察他的股价 如果盘继续杀 可是他已经领先止跌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就是下一个阶段的主流个股 这盘不会完全的挂掉 你懂我意思吗不会说啊今天跌了又跌了快200点然后这盘就挂了我跟各位讲 你们自己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还创新高台北股市呢你说这边要跌破15159 然后自己一路下去 可能吗 这不可能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就是等他 在 这个区间 什么时候出现什么 所谓的 量指吻 或者是所谓的凹动量 一旦出现了 这边是全新的开始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这边我提醒各位为什么要做好 持股的调整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今天这边做也来不及了 好也来不及了 对不对 因为今天你看我节目已经收盘了收盘明天再去做 来不及了要嘛今天这个之前就赶快做做了 调整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等待下一个机会出来 下一个机会一出来我跟我讲这边很多股票 又会开始 所以 你要去掌握的就是说 现在跌到这里了未来的 一旦行情反转的情况之下会出现飙升的股票 我们先做好第一步的工作 因为该调整好 所以接下来等什么 什么股票先冲出来 这叫偷跑概念股 偷跑概念股 我们先瞄准他 因为至少大盘跌了他已经怎么样已经稳住了所以他不跌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是只有一条路吗 要开始涨 今天 各位你把电话拨通了这两股票你先拿到 好不好 你先拿到 来一起做就对了 这个盘 跌到这里 很快会出现反转讯号 这块的话搞不好明天 突然就杀出量了 那一见到杀出量 我一堆买了买了会进来 然后呢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这个地方所谓的超长下引线 你信不信 所以这种讯号一旦出现后面就没问题了 就怎么样 就可以 尽情的压保 调整出来资金赶快再压回去 至少你避开一段了嘛 对不对 很多股票跌下又便宜的再买进去 然后面就是另外波段开始我现在带各位做拼这个动作 绝地大反攻2号 把电话拨通 这两股票今天看到节目的 打掉进来 接下来 会开始领先冲出去的股票直接 送给各位 Google 收听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以你同在 188防疫专爱 帮助你守护我们的财富 营业头部 手部针线 02-11-3366 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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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头部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慢慢的这个很多股票 这个卖压都杀出来了 那杀出来之后呢 它很快又会出现 指纹的讯号 那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今天来讲呢 已经慢慢有这个味道 那可能快的话 可能明天一下子 再杀低之后呢 这个很多买单又会开始进来 所以现阶段的要去注意什么 领先大盘的股票 就说 大盘跌到这里 他也跌 可是呢 他现在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会开始偷跑 那就是这样的股票 指数今天呢 很惨 很多股票那会继续往下 但是我讲了 这里还不至于要崩破 这个地方 然后一路往下灌 你说 全球股市都还在多头格局 台北股市的自己先 一路下来 这个路也不太可能 只是说最近呢 在整个政策上 有一些干擾 尤其是 当充这个问题 他会引发很多市场上 那种滚量的大户 滚量的大户 这个区块呢 他会让有一些滚量的大户退场 因为你当充税减半的情况之下 很多大户呢 这股票做价 他可能拉两档 两档很快吧 甚至有一些拉一档他是赚钱 懂我意思吗 所以 如果 当充税 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变成说他没有办法拉一两档赚钱 他可能要拉个四档五档 才有机会赚到钱 那他就不太愿意去做什么 做这个 滚量的动作 所以这个区块 一扫的情况之下 那个量的部分呢一定会降下来 所以最近来讲 一直杀不出量也是怎么样 也是这些当充大户 在跟政府 无言的抗议 那我觉得这个很快 就会告一个段落 因为现在的财政部也听进去了 对于当充 降税的部分 采取的是 延长的一个心态 那只要消息确定 这个行情的很快就会质问 所以我们先去注意什么 先去注意就说领先大盘 会开始 偷跑的股票 这些把它找出来就是这一档 好不好 今天高节目的把电话拨通这一档绝地大反攻二号直接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